彩虹是怎样形成的? 彩虹又称天虹,简称虹,是气象中的一种光学现象。 彩虹是因为阳光射到空中接近圆形的小水滴,造成色散及反射而成。 彩虹由外至内呈红、呈、黄、绿、蓝、电子七种颜色。 彩虹之所以都是弯曲的,跟光穿越水滴时弯曲的程度和光的颜色有关。 红色光的弯曲度最大,紫色光的弯曲度最小,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彩虹,蓝色总是在红色下面。 彩虹的明显程度取决于空气中小水滴的大小,小水滴体积越大,形成的彩虹越鲜亮。 一般冬天的气温较低,在空中不容易存在小水滴,下阵雨的机会也少,所以冬天一般不会有彩虹出现。